面对日本开启福岛河废水入海的无耻行径 失调民间跳水英雄们响应国家号召 用行动开启了向日本投炸弹的防空模式 我叫小梅子 你们用洗拖把的麻藤水给我们兑这个给我们喝 这个就是你们兑给我们喝的东西是不是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啊 一定会让大家非常的庆幸 还好我不是生活在中国 我看到了都觉得 如果今天是一个中国人我真的会非常的丢脸 在开始分享一些搞笑的影片之前 要先来打脸一个人 这个人在YouTube上有将近两百万的订阅 中国的科普大V啊叫做李永乐 那这次啊他出来偷换概念日本核废水啦 帮中共洗地 中共嘛还有这个李永乐啊 现在故意玩时间差 把中国特色的名词啊带到日本的概念 把核污水跟核废水区分开来 且有一些台湾人相信啊 并强调啊日本排入大海的是核污水 不是核废水啊 咱们中国排的是废水 废水比污水干净啊 所以他们现在在玩这一招 OK首先啊 为什么中国要如此强调 因为中国自己排的核废水标准啊远超日本 即便你说它是核污水 你的标准还超过它 你的废水干净还是人家的污水干净 这只是一个名词之争嘛 重点是它的内容 但你也知道嘛 小粉红就喜欢突有许表 伟大复兴那种 看起来高大上的名词 谁看起来比较污那谁就一定是错了 谁看起来比较高上一点 谁就是对了完全不看内容物 大家可以去看李永乐这支影片啊 倒战率已经高达了35%左右啊 非常之高 应该还在持续增加之中 OK首先要先澄清一点 我跟李永乐都不是原子专家 他也只是美其名上的一个物理学 数学比较好的一个人 不代表我跟他都是原子专家 OK有这个前提先记住 所以我找了世界原子总署来背书 还有一位曾经在中国原子能机构工作八年 以及现役荷兰能源研究中心核能部的专家 他们的文章我来引用 然后对比一下李永乐 你看谁的工作经验 跟谁的对于核子能源的这个概念比较清楚 好所以你看你是姓李永乐 还是姓世界联合国的这个单位 好日本2011年啊 确实发生了你所谓的核污水的东西 所以日本透过了最新的技术 ALPS处理水 将你所谓的核污水里面含有辐射的物质 右也好啊 射也好啊 靶也好啊 不管是什么 这些含有辐射性的重金属 全部都给处理了 处理完之后只剩下少量的穿 叫做ALPS处理水 而穿目前人类的技术没有办法移除 而世界上任何的水都含有穿 包含你现在喝的自来水 包含地下水 包含你去这个山上湖泊游泳的 河水湖水通通都有穿 当然中国的核废水穿更多 但日本这次排的穿远比世界标准低 更比中国自己定的标准更低 对吧 所以不存在你说的核污水有辐射 核污水有辐射是他排入大海 还未处理前的那些有辐射 处理后排到大海的是没有辐射的 所以不要玩时间差 不要玩中国特色名词 好吗 台湾人不要去被中共这种偷换概念给骗了 相信科学可以吗 而我们还可以从一点看到 中共搞笑的把中国境内连上世界能源总署的官网给锁住了 也就是你人在中国你的IP是看不到这个网站的 目的是什么 不让中国人有脑去翻译看报告 不让中国人有脑去相信科学 OK 那这里又有双标的概念 特色管理这三年的前期中共说了什么 包含面对所谓的台湾问题的时候 中共说了些什么 我们尊重世界联合国定出来的标准 我们一切都以科学标准 我们一切都以联合国的标准为标准 诶现在联合国就说日本可以放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又出来反联合国 哪怕你今天啊 造谣造谣的非常夸张 说只要喝日本的一滴水 你会变美的鱼 你会基因突变 中共是允许你去造这个谣的 李永乐啊 他也是怕被封号对吧 所以他自己出来洗地 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友都说 你可以选择不出来说 你不说话我们都知道你有你的困难 毕竟你人在墙内 但你今天明明可以不说 你硬要去说那就是你坏 拍片帮中共洗地 那李永乐啊 你自己准备好盐巴跟点片了吗 OK是谁让中国人成了名副其实的盐荒子孙 这些人啊买盐巴是为了抗辐射对不对 因为盐巴里面有点 那这里还是要科普一下 根据标准规定啊 每公斤的盐巴里面的点最多不能超过30毫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包台盐啊 他有一公斤嘛 而他每公斤的上限是20毫克 那里面还看到一毫克等于一千为克 而你吃了一个点片 相当于成人一日摄取的盐巴量的五百五十倍 也是世卫组织推荐标准的六百六十倍 那简而言之啊 现在中国人在抢盐巴 为了要抗击小日本的辐射对吧 如果你为了要吃里面的点 而买了那么多的盐巴 要达到抗辐射的效果 你一天要吃三点三公斤的盐巴 才能抵抗小日本 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个三代多一点 一天要吃的量啊 那你一辈子的量 你看你要吃多少 我看你们会先洗肾 或是脱水变木乃伊啊 到时候你们又要说什么 埃及自古以来 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你看我们中国人 现在都是木乃伊呢 所以中华民族早在五千年啊 这样这个木乃伊的技术 交汇了埃及人 所以埃及自古以来 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们不就是喜欢讲这种话吗 正常已开发的国家 不被中共统治的那种 全世界基本上对日本都没什么限制 瑞士甚至最近还解除了 对日本的这个限制 尤其是在排河污水之后 那我们看一下瑞士的逻辑是怎么样 瑞士觉得 你处理完毕都没问题 你排入大海了 所以我之前对你那个疑虑我消除了 对吧 新加坡也没有禁止 反而是中国现在说什么呢 日本违背全世界的意思 一意孤醒 所以全世界是你 中国跟俄罗斯对吗 你看一下 世界上政府带头反对的 剩下中国跟俄罗斯 而俄罗斯也只是在后面稍微 哦对了我支持中国你啦 更标准的来说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在反 所以你是全世界 哇天朝上国耶 你看最近还有小粉红啊 跑到车站举了一个牌子说我们要组建 华夏民族志愿军去对抗小日本 唉 我就问特色管理这三年中共科学过了吗 卖一堆莲花清瘟 现在又卖一堆盐巴跟中药说可以抗辐射 我真的非常庆幸我不是活在这么荒唐的一个国家 带大家来看一些荒谬的影片 面对日本开启福岛河飞水入海的无耻行径 诗桥民间跳水英雄们响应国家号召 用行动开启了向日本投炸弹的防空模式 我叫小梅子 我生气了 我为你们找一个 哎呀 你二个那一找 这小日本大平了 以诗桥梅哥和马大爷为代表 大象小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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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大爷们也纷纷响应 围观青年们热血沸腾 情绪激昂纷纷加入图弹大军 说武统台湾都是纸上谈兵 都是拍一些智障的影片 或是做一些智障的动画 现在要打日本 说要炸日本 然后你们把自己当深水炸弹 跳到水里面说 你看我炸了小日本 神啊 可不可以救救这个民主啊 这个民主怎么了啊 我的天啊 一百年前一和团 现在还在一和团 我的天啊 火车是怪物啦 可乐很可怕啦 相机会射魂啦 OK我们刚前面已经 引用完世界标准数据 日本这次排的只有穿 而且穿的程度 比中国排的还少 远低世界标准 里面没有辐射物 对吧 所以小粉红就会说 那这样你怎么不去喝日本的海水 我就想请问一下 海水本来它可以喝吗 它排不排你会喝海水吗 你们讲这个话有病吗 OK没关系 你们中国现在工厂排放的废水 应该都是合标准的 对不对 合标准的嘛 不然你们为什么排出去 你先来给我捞一杯 工厂的废水喝喝看 废水就是废水嘛 不要在那边给我偷换概念 来你们很关系自己喝的水 对不对 我们来看这条影片 来看下去 你们这个沉浸水是不是 你告诉我 你现在是沉浸水还是自来水 不然我马上打药 打卫生局 你们用洗拖把的麻藤水 给我们兑这个给我们喝 这个就是你们兑给我们喝的东西 是不是 这个就是你们兑给我们喝的东西 是吧 我大家看一下 他们就用这个自来水兑给我们喝的 你们员工跟我说 是沉浸水 好来 你们所谓的纯净水就是洗马桶的吗 来 倒掉了 对不对 我们用的纯净水 你们用的纯净水洗马桶吗 好试问一下 你们刚刚看到了 他用马桶水给你们中国人当饮料喝 你家的马桶水啊 是不是排入大海 是吗 那为什么马桶水排入大海 马桶水的水你都不敢喝了 为什么要排放大海给鱼虾吃 逻辑回圈的对吧 所以也就是你认为 排放到大海的马桶水是干净的 那你怎么不去喝一杯马桶水给我看呢 逻辑回圈的嘛 对吧 你们逻辑死了吧 不用玩双重标准 我们接着看下去 是因为这个鱼虾的情节嘛 比较有气氛 就是有关日本的一些东西吧 就是全部给弄掉 决定不过了 这也没有太多 做成其他的产品 变成中式的 今天眼泪水都飞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堆小粉红 抢购测辐射的仪器对吧 去各种地方测试 结果他们发现 自己中国的辐射比辅导高了900多倍 我们来看这张图就知道了 还有小粉红在网路上爆料 大阪地下水的绿化物超标了111倍 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了日本的标准是50纳克 这个单位注意一下 大阪高达了5500纳克 OK 但我们看一下中共国的饮水标准是1毫克 我们换算一下 1毫克等于100万纳克 也就是说 中国人喝的标准超过日本定义的20000倍 超过了日本大阪的182倍 你小粉红要打日本最终打到的是你自己 你不觉得很尴尬吗 最后中国不是举国魔针 各种打击水产 但是大部分都打到自己国产 比制到自家国产 我们可以发现 2021年数据中国渔产是8594.81万吨 占比全球39.6% 日本只有411万吨 占比1.9% 中共现在为了防堵这个没有辐射的1.9% 害到了自己国产的30.9% 你说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就是你吗 你们这三年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疑似这个小区啊 我们这个省有一两个人养了 就全部拉走动态清零 所以才有贵州大巴 所以才有新疆大 为了保住没有什么人住的雄安新区 让桌州让霸州让天津泡水 你们真的是伤敌一百自损一千万 希望贵国继续执迷不悟 不相信科学 继续迷信下去 这样我们台湾人才有笑话一直看啊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不需要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 下次见了 拜